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缠绢 明月是什么时候才有的 我端起酒杯问问苍天 不知道在天上的宫殿中 今天晚上是什么日子 我想乘着清风去天上 又怕在美玉气成的楼宇中 受不住高耸九天的寒冷 我翩翩起舞 看着月光下的影子 天上又哪如人间好呢 月亮慢慢转过红色的阁楼 滴滴地挂在雕花的窗户上 照服着睡不着的我 天上月亮不应该对人们有怨恨 但为什么总在人们离别的时候才圆呢 世间有悲欢离合 天上月亮有阴晴圆 自古以来就是这样难以周全 我只希望所有的亲友都平安健康 即便相隔千里 也能共享着美好的月光 苏氏 字 子瞻 号东坡局势 北宋大文学家 豪放派词人的主要代表之一 苏东坡博学多才 在很多方面都颇有建树 在文章方面 他与欧阳修合称欧苏 为世人主墓 在词作方面 他与欧契集合称苏欧 保证豪放派词作高水准 在诗歌方面 他与黄庭坚并称苏黄 并被后代文人称为 颇先 诗神 词圣等 在书法方面 他的字字出心意 不见古人 开创上意书封 其作《黄州寒石帖》 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 合称三苏 但在父子三人中 苏氏的成就是最高的 胜过苏巡和苏哲 在清代时 曾经有人写诗歌颂苏东坡一家 一门父子三慈客 千古文章四大家